你可能知道白米世界纪录是博尔特的9秒58 亚洲白米纪录是苏炳天的9秒83 但你知道亚洲的200米纪录是多少吗 又或者说是400米亚洲纪录呢 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么本期视频 小扒就带你一起来更深刻的了解一下亚洲短跑 以及和世界的差距 首先是男子白米项目 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不用小扒多说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 那就是苏炳天在东京奥运会白米半决赛的9秒83 这串数字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成绩 他代表着亚洲人在短跑领域 同样也能成为历史级别的人物 即使未来的某一天这个记录被打破 苏炳天也不会被田径迷忘记 从0到1远比从1到2更加困难 接着是男子200米记录 这个记录的成绩可能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记录保持者就更不用说了 但如果以小扒的看法来说 谢振业的成就比苏炳天其实没差多少 19秒88虽然不是奥运冠军级别的成绩 但也能是世界前60的地位 亚洲更是只有他一个黄种人跑进过20秒 这同样也是从0到1的突破 但知名度方面天差地别 可能这就是项目之间的差距吧 最后是男子400米 这个项目的亚洲记录是沙特名将 马斯拉里在北京所创造的43秒93 他的荣誉同样不少 亚锦赛冠军和亚运会冠军 曾经还是400米这个项目的历史前十人 不过后来在里约奥运会前夕尿减不过关 后被查出违规使用兴奋剂竞赛四年 但只要北京市锦赛创造的成绩没有被取消 那么这个成绩就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马上的这次比赛 一般到最后一个弯道才有感觉 对 他本来就是 好达的比较平准 最后一个弯道 马斯拉西 劲就非常凶 马上把他 穿着如说保留的汤 后头的能力怎么样 加速非常激烈 看内道的亚迈嘉选手 麦克唐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